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关于美国这边的财快岗位就业 需要的一些技能 我们说财快 我问问咱们同学们 就是什么叫财快 咱怎么理解财快 有同学可能做过会计里有关的工作 有同学可能没有做过 然后想来听一听 多多少少在这之前 是不是应该之前先查学一下 包括有同学可能是会计专业毕业的 这个财快到底在干嘛 简单的说就是对经纪业务经济汇总 对经纪业务经济汇总 好分析 这是最基础的 高的话就是资金的运用 预算管理不到参与 有同学说了 这个其实讲的不错 挺好的 其实会计本身在我看来 其实就在两件事 你要如果说的从技术层面来讲 就两件事 记账跟初表 那么对于经纪业务的分析也好 这个其实相对来讲 就要跨学科了 那么这两件事最直接的记账跟初表 这两件事 是非常具体的 能够帮你很快的给你带来工作的两个技能 就是说能够延展多久 你包括说有同学可能也听到了 有其他的一些license CPA CMA等等 一些其他的执照 那些是帮你拓宽度拓高度的 那么直接来讲 就是帐跟表两件事 而且我们讲后面 后面我们提到的certified bookkeeper也好 包括quickbooks也好 我们要清楚他的英文范围是什么 就是你所学的这个 你所学到的东西是在为哪一个行业 或者说哪一类规模的企业服务 这个你要有 你要有一个比较准确的预期跟定位 好吧 那么在说一些之前 咱们先来说一下 会计就涉及到哪些东西 我这里边可能偏重点 就是给同学们对财快做一个介绍 其实美国这边 你说到会计这一行 我们就说到财务这一行 我们准确点 就说财务会计这一行 因为你说到财务的话 会计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我们就说会计这一行 会计这一行的话 我们讲一般来讲在干哪几件事 第一件事我们说在干嘛 比方说我们同学们都听过CPA CPA一般来讲都是在 公共会计师事务所来做的 那么这个需要经过一个 考取执照的过程 需要一个学位认证的过程 然后那么CPA具体在干嘛 我们说一般来讲 其实也在两件事 一个是做tax 一个是在做审计 我们可能有很多同学 也自己的tax return 也都是找CPA来做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那么如果用会计领域 知识领域的内容 其实它就是public accounting public accounting的范畴 主要就是讲这个账是怎么出来 一个环节 从一开始的日记账 到分类账 到做报表以后 然后要按照一定的规则 把这个东西给它做出来 就这个东西很简单 然后第二部分审计 审计就只有CPA来做 这个一般大部分同学 不太会遇到这个事情 那么审计其实是财报的后端 这东西你知道它怎么来了 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审 那么在下面一个assurance assurance其实跟auditing 有比较近的关系 有比较近的关系 只是说严格程度上有一些区别 那么当然assurance也包含说 涉及到一些说 CPA对一个公司的一个财务报告的质量 做一个某种某种程度的一个评估跟保证 那么它相对于审计来讲 就是这个严格程度要弱化一些 要弱化一些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trade tax tax是一个特别特别怎么讲 它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area 那么我们包括我们学校也有开设 这个irs的enrolled agent这样的培训课程 这个同学们都可以不用排 听我说的行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找学生要 tax是一个会计当中特别特殊的一个领域 那么这个领域基本上就是 简单说就像财快里边 我们讲座账出表 到了tax里边一样的座账出表 只是这个时候换了一个base 我们讲从财务会计的base 转到了tax的base 那么什么意思呢 财务会计是有财快的准则 税务会计有税务的准则 这两个准则不一样 数字就不一样 数字不一样 规则不一样 出现的结果就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我们讲说 它是会计当中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部分 那么它其实跟法律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 如果你要是对tax这部分感兴趣 你对财务这边 你可以不是很 不是特别的清楚 不是特别懂也可以 考试本身 不影响你考试 你也能考得过 但至于说 到了下一个阶段 包括财务 财快也好 或者tax也好 下一个阶段 如果涉及到planning 涉及到计划这个方面以后 那么它一定会对你会计的基本功是有一个考察的 那么这几方面 我们说就是会计人员在做的一个事情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 其实会计行业最多的从业人员在哪里 它既不在会计师事务所 也不在这种做tax领域 也不在做审计的领域 其实就是什么 公司内部的关系 这个是占行业整个人数从业人数最多的一个部分 等于将我会给大家看一个美国劳工部的一个统计的数字 那么这个呢 这个数字呢 当然这个数字呢 是那个2016年的 那个其实19年跟16年没有差多少 那么它呢 我们看啊 这个那个我们讲 那个这个bookkeeper bookkeeper 包括普通的accountant 或者叫auditing clerk 注意啊 这里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accountant 这里面是bookkeeping 或者叫auditing clerk 或者是accounting clerk 也就是说它是什么呢 它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CPA的助手 或者cpa的那个帮手啊 那么一般来讲呢 平均工资啊 基本上是4万左右啊 4万左右 然后呢 时薪呢 是19块3毛5 大家做一个参考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这个 这个job available的数字呢 最近5年呢 成略微的一个 就基本上是一个不变置评的一个数字啊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这种数字啊 所以呢 会计这个行业呢 还是比较稳定的 相对来讲啊 然后呢 这个表格上边呢 那个劳工部也提到了 关于这个typical entry level education 有什么要求啊 其实呢 因为很多老板呢 当然希望啊 说希望希望 那个将来的 这样的potential的 这样的一个employee呢 希望他们有会计的背景 那其实实际当中呢 我们讲说一般来讲 mid size firm 或者small size firm 如果说你没有accounting background 那么你必须肯定需要有跟 实物操作相配套 相配套的这样的 quickbooks的license 或者是certified bookkeeper的license 才有可能去进入到这个行业 不然的话呢 他还真的需要一个会计的一个 至少需要一个accounting的一个major 需要一个accounting的undergrad degree 大家清楚啊 好 然后呢 下边呢 就是还是延续着上面啊 刚刚呢 我们简单说了一些会计的 一般来讲会计在做哪些事啊 那么现在呢 就是就是呢 按照 按照一些领域呢 来来来对那个我们讲会计成员人员呢 再做一个从career path上面的一个分类啊 从职业的工作方向上的一个分类啊 那么首先public accounting 这个一般来讲是不说的不是普通的 就是一般来讲说到public accounting 基本都是cpa在干 这个这个是个很小的一个一个范围 一个圈子 所以大部分的人我们看到都是在做private accounting 像我们有同学 然后我们我们刚刚在座同学有多少同学是已经在公司里面工作做会计了 或者之前有过有过会计背景 我记得好像有大概百分之百五十 差不多一半 啊大概这个样子啊 那么private accounting里面其实也要分啊 那要看你去的公司的大小了啊 你要到大的公司来讲的话 那么大的公司里面有做成本的部门 有做绩效的部门 有做管理的部门啊等等 一系列的部门啊 有做internal control内控的部门啊 啊 那么一般来讲的small business 基本上就是这就比他部门比较少了啊 所以呢 涉及到公司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运算也好 截转也好 合作也好 就基本上就是就是快捷在干啊 就是这个internal account在做啊 所以他呢 这一部分人呢 基本上占到从业人员75%的比重啊 基本上占到75%的比重 那么后面呢 其实当我们看到说 给大家 大家如果了解quickbooks在现在市场上的占有率的话 其实就可以发现啊 这个quickbooks其实无论是对于你 你有accounting degree还是没有accounting degree 那个我们讲说呢 做做公司内部的账目 就是基本上来说你涉及到会计的内容 quickbooks是一个避讳的东西 就好比说你要到公司去上班的话 你能说你不会不会用word 不会用excel啊 这不可能吧 对不对 明白这个意思就好了 那么至于说政府啊 包括一些nonprofit啊 这个呢 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主要其实我们接下来探讨的问题呢 主要围绕咱private accounting 会讲 那么这个bookkeeper到底在干嘛 bookkeeper我们讲部计 或者说这个 国内当然不太区分这个东西了 国内也叫做会计啊 美国这边呢 稍微在那个用词上做一个区分啊 我们讲bookkeeper到底在干嘛 其实你说到bookkeeper的话 准确他是在干嘛 他是在做日常账目的进出录入 这个是最多的 这个是他工作的最主要的环节 那么bookkeeper他所承担责任呢 你包括说这个与销售有关啊 或者与采购有关啊 或者以payroll的这个CPA做出来 payroll有关东西的后续的环节啊 你要录入啊 包括你要配合一些公司的其他的部门 做一些 我们讲说呢 主要是做一个数据的基础环节啊 这个是我们讲估计的一个 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内容 那么当然如果你 业务比较熟练一点 或者做的比较好一点 那么接下来你会逐渐逐渐move on啊 从bookkeeper move on到 比方说staff account 公司普通的会计 那么如果你有相应的一些执照的配合 那么你也可能做controller 做总账会计等等啊 基本上做到总账会计就到头了啊 财块基本上这就到头了啊 好 那么呢 那么呢 这个刚刚呢 这个呢 就是对于这个bookkeeper的一个介绍 那么相比较于bookkeeper跟account 来说呢 其实有什么区别呢 刚刚同学有谈到啊 会计呢 涉及到在会计领域当中的分析问题 超出这个呢 超出他的分析问题呢 那是另说啊 在会计领域的分析问题 这个是accountant来做啊 一般来讲accountant 至少要有cpa或者cma 这两个执照里面集中一个 那么如果你要做tax的话 这个呢 比较特殊一点 你最少要有一个 errode agent或IRS的EA 这个一般才是accountant的title 那么当然了 不同的title相对应的 你的工作职责的那个内容啊 对你工作这个能力的要求啊 包括你的薪水待遇啊 它一定是不一样的啊 好 那么所以说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的 我的理解其实那个 这个这个bookkeeper 就相当于accountant assistant accountant assistant 那么当然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 就是除了 除了我们说的 基本的一些会计执照以外 当然还有一些advanced执照啊 这个东西呢 我现在先不说 我先放在这儿啊 等一下呢 我们这个到了讨论环节 我们可以 哪个同学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再讨论啊 这个呢 我就先放在这再说啊 当然了 无论是说我们同学 这个包括过去 这个我也带过这么多班级啊 我的班级同学里边呢 我都会鼓励大家去 尽可能呢 去多了解啊 在你比方说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道理呢 在学习的时候呢 一定要吃着吃着碗里 看着玻璃了 这个你才能有可能对吧 当然到了别的事情上呢 有的时候这个 这个这个想法就有点问题了 就是说学习当中 一定要吃着碗里 得看着玻璃了 其实你包括也一样啊 那很多同学呢 一开始听我的课 觉得啊 这个quibus好难啊 或者这个certified bookkeeper好难啊 或者说没有会计经验 没有会计经验的同学啊 可能会跟我讲啊 会计好难啊 其实一点都不难啊 真的很简单 所以呢 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讲后面 我的讲课方式是这样的 我讲课呢 一般先会给框架啊 然后呢 给大家一些 在这个框架 这个东西有了以后呢 那么我会给大家拓展一些东西啊 比如说实物当中的东西啊 或者说一些相对来讲 可能比考试要难一些的东西 那么回过头来 如果你参加考试 你就会发现这东西太假了啊 另外呢 就关于考试呢 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探讨一下啊 就是关于那个标准化 标准化考试这个东西啊 其实呢都是有一定通过技巧的啊 那么所以说呢 就是我们看啊 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比较typical的一个corporate hierarchy啊 就是一个公司的一个结构啊 从上到下这么一个结构啊 那么啊 其实你想 这个东西完全看咱同学啊 你想走多高的话呢 那么与 那么你就要有和相应岗位所匹配的能力 这个最重要的 其次才是license license只是一个锻炼的过程啊 一个入门的一个门槛啊 好 好 好那下面呢 开始呢 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考试啊 从考试的这个内容啊 来来做一个更深刻的一个介绍 那么我先从这个bookkeeper certify bookkeeper这个考试来说啊 嗯 刚刚呢 我们校长呢 其实对于对于那个这个考试呢 或者说这个呃 今天我要讲内容呢 做了一个总结 其实总结的还是蛮好的啊 那么有同学可能也不是特别了解 就是说quickbooks呢 是一个软件的东西啊 它是一个一个一个实际操作的东西 因为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呢 我们讲说啊 它不像说15年前啊 在那个手动作上的年代啊 筷子凭证需要一张一张的去close 在那个年代呢 这个也没有什么电脑的问题 也没有电算的问题 对吧 你只需要纯粹学理论就可以了啊 那么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时候呢 是呃 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理论也要有 实际操作也要有啊 都要有 那么好 那么呢 第一个环节呢 我先从certified bookkeeper来开始介绍 然后下面呢 我再介绍一下quickbooks 也就是说 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啊 缺一不可啊 先从这个certified bookkeeper开始说起啊 那么certified bookkeeper呢 全称啊 叫AIPB的certified bookkeeper啊 这个American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Bookkeepers 他是一个行业协会的认证 我们知道美国这边的认证啊 基本上极少数的认证是政府给的 你看刚刚我们这个Emily老师有提到过 包括啊 这个是政府给的 包括那个IRS的enrolled agent 这个是政府给的 其实呢 大绝大部分的行 这个绝大部分 无论什么行业啊 绝大部分的认证也好 执照也好 全都是什么 都是谁给的 是行业协会给的 啊也就是说美国这边最厉害的其实是什么 是行业协会啊 你包括说为什么同学们这个都听过CPA 是因为CPA行业协会做的很大 那么为什么相对于精算来讲啊 这个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啊 business 领域里面的一个很很很有趣的考试啊 精算其实难度比CPA要难四个数量 一个不等 那为什么为什么精算这个协 为什么精算师这个考试相对来讲小众呢 是因为这个协会的marketing做的有问题啊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呢 就咱们同学这个有些同学是刚来美国啊 对这个东西呢 有一个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 就是这个协会啊 这个这个是是推导推动这个 我们讲不同的行业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力量啊 那么bookkeeper这个协会呢 其实在进步这个这个这个协会里面 他的成绩时间算比较早的了 大概是1987年啊 距现在呢也有40年的时间了啊 啊 那么这个考试呢 这个bookkeeper这个协会的考试呢 其实他呢这个协会里边的这些啊 包括开发考试的人员啊 包括成立协会这些人员呢 其实他们就是cpa啊 这个之前的cpa的从业人员啊 包括一些就是那个财务领域的从业人员 因为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大部分公司其实不需要cpa cpa 比方说一年来讲800年先请你去公司里面 做公司内部的账目 那就没有必要啊 所以呢 他们呢 就针对于市场 对于对于这个会计的这个 基础环节的这个从业人员呢 对这个工作岗位的需求非常大啊 所以呢他们呢开发了这样的一个考试啊 那么这个考试它主要在考什么呢 如果学过会计同学的话 参加这个考试来讲呢 相对来说呢会容易很多 这个考试其实就是在考你对会计的一个基本概念跟框架啊 相对来讲框架考的呢还还要弱一些啊 就是就考四个字的基本概念啊 尤其是对于没有会计经验的同学啊 我非常推荐大家考这个考试 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 后面我们再讲到quickbooks的时候呢 包括同学们如果说的同学 那个接下来进入到我的这个quickbooks quickbooks这个课程的学习当中的话 就会发现quickbooks的这个软件操作 你让我半个小时跟你讲啊 我也能跟你讲啊 你让我六个小时跟你讲 我也能跟你讲六点 你要你要让我给你讲一个月 我也能跟你讲六个月 一个月六个月能跟你讲六个月 为什么不同程度的财务知识 对于quickbooks上的做法和分析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么所以说呢 完全就看咱们同学 你的这个之前的理解怎么样 或者再换一句话来说 如果你对会计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 或者说你对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财快这边的基础比较好的话 其实quickbooks又学起来非常快 非常简单 这就是一个理论和实际呢 这个实际用的这个软件操作呢 要有一个结合的问题啊 那么他呢 主要就是在考考察呢 就是在考察基础会计理论啊 基础会计理论啊 附带一些框架上的东西啊 当然不缺啊 不缺 那么这个考试的难度呢 我这写了个中等啊 这个就看你怎么看啊 这个中等 我这个中等的意思相比较quickbooks的操作考试 叫中等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quickbooks的操作考试呢 就你只要你只要你只要 你只要知道这个东西在什么地方啊 就像什么 就是像 就是像在在在在在查书一样 在找东西一样 你只要知道一个东西操作在哪里就可以了啊 接下来的环节呢 也没有什么接下来的环节啊 那么这个而这个考试呢 他要考你的是 就比方说讲会计当中 我们说到啊 会计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你每天操作 每天操作 每天操作 在干一些什么事啊 最起码你接待要非常清楚啊 啊 不同类科目的接待你要清楚 原理你要清楚啊 然后呢 这个不同的几个报表之间啊 那个 比方说不同类典型的报表是什么样子的 不同的公司啊 这个这个报表上的科目有哪些啊 这个报表之间怎么截转 这些东西啊 都是会拥有到的 所以呢 他的内容相较于亏谷 难度要高一点啊 要高一点啊 那么这个考试呢 他考这么四部分的东西啊 他考这么四部分的内容啊 这个尤其是没有学过会计同学 重点听一下啊 重点听一下 第一部分啊 在考什么呢 第一部分呢 在考一个东西叫调整科目 核心就在调 就在考调整科目 这四个字啊 那么什么讲 什么叫调整科目呢 简单讲 就好比说 这个咱们讲 就这么来说吧 就好比说同学们早上 去上班啊 上班了以后呢 工作了一天很累了 很累了以后回到家里边啊 比方说泡一杯茶啊 喝一杯奶茶 或者是看个电影啊 对不对 我要调节放松一下啊 放松一下以后 然后呢 这个身心舒畅啊 然后我才能休息一个睡觉啊 所以我们看这个东西特别像什么 是不是就像你一天 一天工作结束了以后 到了到了 到了傍晚啊 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状态的一个调整啊 对不对 你调整科目就在干这么一件事呢 就是说公司呢 他每天有每天要做的事啊 那么到了一定时间 无论是准则要求还是税表要求 那你肯定都要把相应的账目 你要把它归集出来的啊 那么在这之前有一些事情你需要做 有一些事情你需要做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学的时候呢 就要学一些准则的问题 那么再加上 他这再加上呢 调整完了以后呢 我们说呢就要涉及到会计报表的问题了啊 那么我们讲说这个一般来讲财务报表的五个啊 常用的一般来讲有三个啊 这三个里面哪个最重要啊 然后呢怎么样的结构啊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在考试当中呢会简单涉猎 但是我讲肯定是讲比考试上难的啊 这个是一定的啊 那么对于你这个财务报表 你要有一个了解 那么我们说到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这个东西每天都在讲啊 很多同学都听过啊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看啊 这个呢也是需要技巧的啊 然后呢 还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银行对账跟会计改错啊 这个呢都是公司当中最常用的了啊 足够会计同学都知道 你银行对账 你至少每个月你要对一次吧 对不对啊 信用卡也好啊 包括银行账户也好啊 那么等等 还有一些其他的科目 你也需要需要对账呢 通过通过这个对账的环节 这是一个公司control的一个环节 要控制的环节啊 那么当然也包括会计改错啊 我们说做账呢 这个你你做财务的 你肯定要知道一些这个改错的一些常识啊 包括一些技巧啊 那么这个呢是第一部分考察内容 当然这个考察内容呢 他并没有直接去考日记账的做法 他并没有直接去考我们讲会计当中的一些 这个基础的这个接待原理啊 但是其实呢 其实呢 他背后就是这个东西啊 背后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呢 关于那个财快的基础部分呢 当然了 我的两个课啊 我的这个我教的课呢 第一堂课都会给大家补基础会计啊 都给大家补基础会计 所以呢 没有没有基础同学呢 不需要太担心啊 第二部分啊 这个从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开始呢 讲了这么个东西啊 折旧啊 折旧 还有一个呢 叫Pyro 折旧呢 其实呢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很复杂的topic 但是呢 什么公司多少都会有啊 多少都会有 其实他也是对你啊 其实他也是对于这个会计当中的长期资产里面 最常用的这一部分的一个 一个 这个最常规的操作 你要有一个概念的啊 那个概念的啊 因为他会引 他对后面 然后说报表右边啊 像对liability 这个东西怎么学 那你对折旧你要先学一下 不然老爷都听 也学不了啊 你也学不懂啊 就这个意思啊 那么财务折旧跟tax折旧有什么区别 什么时候用哪一个 那这个这个很失误的啊 哪公司都用了 那么这个呢 你需要了解一下 那么另外一个呢 关于Pyro这部分内容呢 Pyro这部分内容呢 其实呢 也是给你一个框架的意思啊 很多同学 很多同学呢 这个比方说你自己 自己在公司上班 对不对 那你自己的公司单 自己的W2这些东西 你看的不是特别懂啊 包括你在公司里面啊 比如CPA做出来了 做出来了 你这个Pyro的一个Summary 那么你们你怎么来处理啊 这个呢 你需要有一些铺垫性的知识 那么这个只是给你一个一般的知识啊 这个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库存核算 库存核算 就是不用说了啊 这个公司 现在公司呢 我们来讲说 当然纽约这边呢 一般来讲 做服务的公司会偏多一些啊 但是呢 这个涉及到库存公司 这个也非常非常多啊 那么库存的一个基本的周转核算 这个这个不用讲了 太多公司都要用到 这个是跑不掉的 所以呢 这个呢 考试当中呢 这个部分呢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啊 关于库存的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呢 他还有一个东西呢 叫做企业的一个内部的控制 这个呢 其实比较偏理论一点啊 就是一个一般来讲是个阅读啊 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 这个考试的一个框架的一个介绍啊 那当然了 也包括了这个这个呢 从那个协会上面啊 取了一个数据啊 就是 就通过这个考试 这个呢 包括一些统计调查 时候调查 一个满意度啊 但是我给大家这个干货啊 就是什么呢 你进到会计这行 你要想做会计 做 做与不做 这是一个选择啊 但如果你要决定说 你想做会计这边啊 或者是说 我想对会计有一个了解的话啊 那么如果你前边 我们讲说 如果你没有会计系统的会计教育的话 这个东西是个必须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是个必须的 好 啊 现在实际上 你们要求咱们 你知道吗 啊 你们的 这些没问题 然后 我